很久不晚跳跳棋 一跳跳过了整个六月 大部分时间在家里度过 当然也见了好些朋友 比如坐40分钟的地铁 去海边晒太阳 Cheer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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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r summer 又比如去哈佛植物园一探酒精 借着我惊人的方向感 30分钟后 对我还在原地打砖 超级超级的大雨 然后我们刚刚吃完饭 我们现在要去第二大操场 第一次去学校的操场散步 我们现在在博士多体育场 陪我的Tony老师过他的23岁生日 I want to wish you a very happy birthday and best luck for the future I love you 可是忘了准备生日蜡烛 就只能点起香薰蜡烛 凑个数了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我来发现蜡烛藏在了道里 于是我们又再来了一遍 这种亏有意见 三个月 祝你生日快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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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ny老师又帮我染了头发 染头发环节时刻 六个月 真的六个月 工具很简陋就这个 感觉因为用手扎会浪费很多你知道吗 浪费的手套是吧 面积想我要这样 我只有这个刷油的 如果颜色不一样的话就可以了 稍后再借 欣赏了Tony的老师 6月的第三周 博士顿的餐厅恢复一夜 最后 有了新欢 也有旧爱 7月的故事会是什么呢 1月1月1日前就有独特地的故事会是什么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